别进 给大家打个招呼 别进 打招呼 嘿嘿嘿嘿嘿 你的嗨 嗨 真棒 我感觉我要再不出来就会后悔 不要找理由你就是猪饮饭了 我感觉好多的外国人也特意过来吃 还在拍照 有那么夸张吗 而且他们家只有一种馅料 九黄水饺 大家早上好 你看小肉相间的小朋友 抱一下 又亲 又亲 给大家打个招呼 又亲 打招呼 嘿嘿嘿嘿嘿 你的嗨 嗨 真棒 对不起 昨天的视频让大家担心了 今天是又亲手术后的第三天 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前两天可能是因为麻药的关系 一直都在吐 今天早晨吃了宝宝粥 反应很好 没有吐 也有精神了 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留言区有好多的粉丝 问萧萧又亲到底怎么了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又亲生下来的时候 连接肾脏的两侧塑尿管异常 尿尿排不出去会回流到肾脏里 导致肾脏经常发炎 医生说在他一睡之前 有可能自己长好 所以那段时间 又亲天天都在吃抗生素 但是在他半岁的时候 回诊 医生跟我们的回复 说他已经长好了 当时抗生素也就停了 停了以后 状态一直都很好 直到上个月 突然又开始发烧 去医院问诊后 医生又跟我们说 还没长好 需要立即开刀 所以休养了一段时间 这次就来做手术了 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我好几天都没有出来了 好像天气是不是降温了 吹到身上风还有一点凉凉的 我穿了短袖已经穿了好几天了 我感觉我要再不出来就会后悔 不要找理由 你就是住饭了 因为带弟弟住院 住在这个地方 我估计以后不会莫名其妙 再跑到这边来 然后我婆婆跟我讲 这边有好多好吃的 说有一个双连肉包 那天我让老肖出去买给我 吃了以后发现有点偏甜 有点像我们江苏扬州的 富春茶社的那种包子的味道 但是对甜口的包子 我还是不太喜欢 带弟弟住院的时候 我路过一家店看到上面是写叫鸦片粥 我这几天一直想去吃一下 老肖说买给我 我说不要 我要在出院之前自己去买 明天就出院了 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我要过去看一下 那鸦片粥到底是什么 里边是鸭肉做的粥 还是吃了会上瘾的那种鸦片做的粥 好奇怪的名字 感觉这两天我都憔悴了好多 脸上的般颜色越来越重了 黑眼圈越重好丑 不要容貌焦虑本来就不漂亮 好像就在那条路拐弯过去就到 我们去看一下鸦片粥 不会吧 没有开门吗 好像那天是在卖衣服的这边 不对不对 我再往前找一下 完了 不要告诉我 我特意出来 今天没有了 我刚刚在这条路上全部都找了一遍 没找到 打电话给老肖 老肖说有可能晚上才会出来 好吧 晚上再来买鸦片粥 我们现在再去找找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看到好多人都在拎双年水饺 这边是不是双年水饺也很好吃 要不我们买来尝一下 都是吃的 整条街都是 应该是这家吧 三五水饺双年高级 看看有什么水饺 煮好的 煮好的 好 煮好的帮我排出去 哇好多人排队 我应该是排队 两份酒黄水饺一份酸辣汤 烤两脚一汤外带 这边有香油和凡醋 要自己装 我要辣椒和醋 先来装一下 在这边等我的饺子好像要出来了 别再装了 好快的速度 我看到一家牛肉馅饼我想吃 应该就是这个 我想想一口爆炸的感觉就流口水 我好饿 要两个牛肉馅饼 我以为它是12点就走了 我最喜欢的红豆汤这里有 我要我要我要 红豆纸米莲子汤 冰的 刚才那家的双年水饺你们有没有人吃过 是不是很有名 我感觉好多的外国人也特意过来吃 还在拍照 有那么夸张吗 而且他们家只有一种馅料 九黄水饺 能把一种馅料做到那么火爆的生意 真的是厉害 估计水饺真的是不一般 赶紧回去试一下 到病房了 又庆绝对是个妈宝 我刚走他就醒了 你看 本来还准备跟老肖一起吃 现在只能老肖先带孩子我来吃 我们要开始开动 水饺看起来好像不错 刚刚老肖跟我讲 在又庆做手术的那天晚上回去 爸爸妈妈吃的也是这家 然后爸爸赞不绝口 说他家的酸辣汤和水饺都很好吃 说得我迫不及待 流口水 开动开 我不知道台湾为什么不吃黑醋 其实真的 你们相信我 用黑色的那个醋 其实加勒福就有卖的 是正江香醋 然后再加上辣椒 和在一起蘸水饺 真的超好吃 你们求求你们试一下 可是没有 我只能拿这个酱酒了 白醋 水饺沾到一起了 水饺沾到一起了 完了 完了完了 没有整颗的 这么大一颗 什么都不赞 先试一下 真的不错 其实我还蛮不喜欢吃酒黄 韭菜 还有什么韭菜花那些类型的东西 但这个真的好香哦 蘸个辣椒试一下 蘸个辣椒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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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真的好吃 嗯 再来试试他们家的酸辣糖 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点 嗯 豆腐木耳 豆芽 竹笋 胡萝卜 全部都有 我吃到最厉害的感觉是稍微再辣一点就更多 干嘛 你不能吃了啦 妈妈再吃 辣味再加重一点点 就一百分 我还买了红豆冰 红豆汤 冰的 你也要喝哦 等一下哦 慢慢打开 哇 好大一碗 哇 真爽 好爽 哇 这家的料好足哦 给你们看 满满的红豆 还有紫米 哇 冰冰爽爽 真的舒服 今天中午的吃饭真的是大米子 我们再来咬一口牛肉饼 噔噔噔噔 哇 好像有点凉了 嗯 这个牛肉饼好好吃 里面放的那个生姜 我很喜欢牛肉里面兑生姜 嗯 好香 嗯 这个配这个 嗯 我是不是食量很大 嗯 这就是我一直受不下来的原因 好了 我先吃饭了 等一下晚上我要去吃鸦片肘 好吃鬼笑笑 不死心 现在又是晚餐时间了 我要出来去找我的鸦片肘 我要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 希望他出摊 我和鸦片肘注定是无缘了 中午的时候这边还有卖衣服的 他现在直接已经收摊了 然后今天他们没有出摊 你们到底有没有吃过鸦片粥 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鸦片吃了会上瘾的粥 我好奇怪 没有鸦片粥 我还想尝一下双年这边的一家卤肉饭 因为有点远我不想去 我回去换老肖让老肖去买 今天只能用卤肉饭打发晚餐了 我的鸦片粥 不行我明天出院之前再过来绕一圈 看有没有出摊 要有的话我一定要吃到准 这是什么精神 吃货的精神 其实萧萧真的是十足的吃货 我之前有想过出几期专门讲台湾的美食 我又害怕你们不爱看 因为我没有你们专业 害怕被你们笑 我还打算带爸妈去一下台湾的夜市 台湾的夜市太多了 每个夜市里面都有经典的美食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一家 你们有没有好的提议 然后是哪一家夜市 这家夜市必吃的是哪些 列个清单给萧萧 我带爸妈去体验一下 谢谢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